宫女在太子酒水里下药 被我发现 为了保住太子前程 我调换了酒杯 宫女和侍卫颠缆导缝被发现 皇后愈怒之下刺死他们 太子得之后 只是一脸厌恶 不知廉耻的剑壁 死有余辜 在她登基后 却把怀有身孕的我赏给燕仁奴才玩弄到死 我才知道 死掉的宫女是她藏在心底的白月光 再次醒来 我回到宴会上 冷眼看着宫女在酒水里做手脚 我被江城折磨死了 在成亲的第一个月 宫女之云的忌日当天 她连拖延一日都不愿意 冰冷的酒水灌入我喉咙 我以为是震毒 太医整出我有孕的事情 还没来得及告诉她 很快要笑发作了 不是穿肠的痛意 不是羞耻的滚烫 她冷眼看着我的反应 孟叔姨你难受吗 宫殿门打开 走到我面前的是宫中最会折磨人的太监 燕仁肮脏冰冷的手在我身上游走 我恶心不止 满眼赤红 难以置信地问她 江城 为什么 她却把我赏给最低贱的燕仁折磨玩弄 锦绣宫群被扯得粉碎 被扯碎的还有我的尊严 他们拍着我 神志不清的面容 娘娘身子真白 比宫女更孵如宁之 娘娘别想着自尽 夜长着呢 江城捧来一块牌位 居高临下欣赏我的丑态 太监嫁起虚软的我 给牌位上的名字磕头 还记得知云是怎么死的吗 是你欠她的 她满眼皆是阴狠森然的恨意 知云 我咬烂嘴唇 可她在我和江城定下婚事的宴会上 在江城的酒水里下了药 我为了江城的名誉 身为储君的虔诚 调换了酒杯 那杯有问题的酒 误打误撞被看守宫门的侍卫喝下 后来她和侍卫会乱恭维 被皇后发现 皇后震怒 命人将他们活生生长打不死 知云死的消息 传到江城耳中 她也只是冷淡厌恶地说了一句 不知廉耻的贱闭 死有余辜 可她却在心中 暗暗记了这么多年 认定是我毁了知云清白 害死了她 孟淑仪 你不过是旧游自取 正要你常常和云儿一样的痛苦 我死在那个寒夜 一一不避体 死状凄惨 宫殿金砖被我小腹流出的血尽透 你笨手笨脚的 连个酒杯都端不好 这是承给太子殿下的酒 赶紧再倒满 东宫宴会上 两个宫女撞在一起 放在托盘中的酒水洒了一半 这一幕被我无意撞见 江城记了一辈子的宫女 知云挨了训斥 像只柔弱的兔儿红了眼眶 一副惹人心怜的模样 可她转过身 见左右无人 飞快拿出袖中的药粉洒了进去 前世 我试试为江城考虑 一心辅佐她登上皇位 我也没有为难这个暗坐手脚的宫女 只是换了酒杯 谁能想到 这个宫女是江城藏在心底 默默爱着的白月光 直到我被折磨到流产 血流满地 才明白她这些年看我的隐人眼神 藏满了极致的恨意 这一世 我不仅不会阻拦 还会成全他们 没有我的阻拦 江城很快喝下那杯有问题的酒水 站在她身边伺候的知云 频频看过来 眼中闪过得逞的喜悦 我这一次 装作没有发现 宴会进行到一半 药效发作 江城双眼泛红 呼吸急促起来 她起身后 站也站不稳 我假装伸手扶她 一脸关心 殿下没事吧 知云挤到江城身边 抢在我前面 扶住她 柔声道 孟小姐 殿下酒量钱 喝醉了 奴婢扶她出去休息 江城身体僵了一瞬 语气不耐烦推开她 等殿下 需要你管 知云红了眼眶 小声捏如 奴婢 只是担心殿下身体 关心我 你一个贱臂配吗 江城毫不留情 掀起薄薄嘴唇讽刺 知云害怕得微微发抖 还是倔强地留在她身边伺候 满眼的嫌恶 也掩盖不住她眼底一丝慌乱 江城向我解释 舒仪 她只是我身边从小服侍到大的贱臂 低贱烦人得很 你别自降身份跟她一般计较 我好笑地看着她演戏 抬手扇了她藏在心底宝贝的宫女 一耳光 确实 她低贱得很 我是降门嫡女 她只是仰仗男人保护的奴才 这么关心太子 我把太子妃的位置让给你坐 下次说话之前先掂量自己身份 奴婢不已 也敢跟主子叫板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你才是东宫娘娘 她皮肤娇嫩 一点也不像干粗活的奴才 我一巴掌也没留情 她掉下的眼泪珠 划过红肿的面颊 江辰微微变了脸色 只是她隐藏得很好 她心疼地握住我手 书仪 打疼了没有 打她只会脏了你的手 何必呢 说吧 江辰扭过脸 对她呵斥 还不快滚 在这丢人现眼 出乎意料 一个东宫里小小的宫女 被江辰宠得无法无天 她跪下向我倔强不平 道 出身没得选择 奴婢虽然低贱 但一心关心殿下 这也有错吗 你我同为女子 不该互帮互助 我一个奴婢 担得齐你保家卫国 将门虎女的身份吗 前世 我换了江辰的酒杯 倒没有听到 她这番惊世害俗的言论 这一回不只是我 江辰也真切变了脸色 贱婢 你也不看看自己身份 胆敢顶撞孟小姐 跪在这好好反省 眼见着 江辰越来越难克制住 看我的眼神 也变得炙热起来 这一事 我岂会让她靠近 脏了我 我大度微笑道 我们订婚大喜之日 罚贵就免了 就罚你带太子殿下 出去休息 务必照顾好殿下 芝云愣住 眼中隐藏的极度 愤愤一扫不进 低着头 不敢让我看到 她眼底的暗息 奴婢多谢梦小姐开恩 奴婢一定会照顾好 太子殿下 忍了许久的江辰 没有拒绝 整个人倚靠在芝云身上 我目送着他们的背影 唇角牵起冷凉的笑 这只是我报复的开始 让这对狗男女身败名裂 没出我所料 芝云照顾她 照顾到床榻上去了 芝云留了个心眼 挑了个偏僻 不易被人发现的宫殿 宫殿里暧昧声不止 夹着江辰的怒吓 大胆见闭 你敢对我下药 芝云柔弱弱在哭 奴婢 爱慕殿下多年 终于得偿所愿 殿下身边能不能只有云儿一人 云儿虽然为奴 但也想跟殿下 一生一世一双人 我冷笑 小小奴才 野心不小 江辰的怒斥 渐渐变为喘息 我悄无声息上前 锁上了宫门上的铜锁 回到宴会 我像是什么也没发生 淡然饮酒 皇后见不到太子 皱着没问我 淑姨 太子去哪了 你马上就是太子妃了 也不知看着她一点 还未进门 她就端出架子在宴会上训斥我 我一脸无辜 太子醉酒 身边奴婢扶着她出去休息了 皇后脸色更难看 诚儿酒量浅 你怎么能放纵她饮醉呢 说来说去 都是我的错 我故作慌张向她行礼 臣女现在就去找太子殿下 皇后对我不放心 又派身边的宫女 一起寻找江城 休息的大殿内 当然没有她的影子 我急匆匆回到宴会 引起所有人的注意 娘娘 太子殿下不知所终 几个大殿都找过了 没有见到太子 什么 皇后脸色俱变 宴会乱成一团 所有人自发出去寻找江城 东宫也就这么大 很快找到了那间偏殿 我胡一道 今天白日 宫殿大门怎么会上锁 不会有歹人藏在里面吧 皇后一听 果然紧张起来 招来金无味 把宫门给我撞开 宴会请来的宾客 等着看热闹 围惧在宫殿外 宫殿门破开 里面看着空无一人 皇后迟疑不敢进去 我善解人意道 娘娘千金之躯 臣女出身降门 先替娘娘进去查看 凌乱的被褥 还摊在床上 我静止走到衣柜前 打开柜门 衣衫不整的两个人滚了出来 啊 你们怎么会 我适时发出一声尖叫 芝芸身上亲子一片 明眼人一看 便知道他和太子发生的事情 江臣对我怒目不适 把织云藏在身后 屋外的人听到尖叫后 全部涌入屋内 我身体微微哆嗦 咬着嘴唇 逼出眼泪来 今日我们刚订婚 太子你怎能背着我 宠信公毙 叫我合将军府 以后如何抬头 皇后比我更加怒不可遏 太子久后失德 在宴会上就按捺不住宠信公毙 传出去会被天下人耻笑 加上皇上膝下 还有几个籍贯的皇子 都对东宫之位虎视眈眈 我倒想看看 这一世没了我的帮扶 江臣和他的爱婢又能走多远 啪的一声脆响 皇后叶尔光扇在芝云脸上 一如前世 她把所有的错怪在芝云身上 大胆健庇 勾引太子 犯下会乱攻为的错 来人把她拖出去 打五十丈 芝云身交体弱 用不着五十丈 就先要了她的命 太子不顾众人目光 拦在芝云面前 母后 不是芝云的错 是儿臣情难自尽 芝云只是出身低微 但她陪在儿臣身边这么多年 比任何女子都要温柔善良 儿臣早就想给她未分了 我找到机会 火上浇油低措道 那我呢 我在殿下眼里又算什么 难道我还未进门 便先多一个妹妹吗 躲在她身后的芝云身子一软 像是被吓晕过去 江臣来不及回答 慌张把芝云抱进怀里 向皇后求道 母后 儿臣求你 给芝云一个侧妃之位 母后不答应 我绝不起身 皇后嘴上 怒骂她荒唐 罚她跪着 清醒 但宾客走后 她立马找到我 书仪 苦了你了 尘儿一时糊涂 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 你们两小无猜 最了解她的对不对 这一次 你原谅她吧 男人吗 总经不住胡妹子勾引 容易犯错 男儿膝下有黄金 尘儿又是未来的一国之君 不能总让她跪着 她柔声劝我 仿佛犯错的人是我 让我先低头让步 没等我答应 皇后就派人去让太子起身 江臣请来最好的御医 陪在晕倒的枝云身边 连面也不露 回到将军府 娘亲抱着我 一脸心疼 我家书仪还没嫁入东宫 便受了这种委屈 太子不是良人 娘瞧着那个宫女 也是个心机颇深的 不如趁早把婚事退了 如此轻易退婚 不是便宜了他们 也顺了江臣的心意 我安慰娘亲道 这是皇上定下的婚事 不容易退掉 明日 爹爹和我一起去金蓝殿 面见皇上 上辈子 我维护江臣贤民 这一世 大街小巷议论江臣贪图女色 白日轩银 更有人当街唾骂江臣 不配为未来国君 对我也有几分同情可怜 我毫不在乎 这是我一手促成 钱是种种 我不过才收了点利息 金蓝殿上 爹爹下跪 求皇上收回旨意 撤去两人婚约 爹爹戎马一声 战功卓越 可以说没有我孟家 便没有如今的江山盛世 皇上亲自 扶起我爹爹 命人传来江臣 江臣比我想象的更蠢 到了皇上面前 还不肯低头认错 嘴硬道 父皇教过儿臣 做错事要负责 儿臣想对芝云负责有什么错 母后已经答应了 等孟淑仪进门后 就让芝云做我的侧妃 她一脸烦躁 对我道 我们轻为竹马 孟淑仪你连一个宫女侧妃都容不下吗 又是退婚 又是惊动我父皇 非要这么闹吗 她短短几句话 惹得龙颜震怒 施政管教不严 朕会让太子清醒过来 江臣被押到金门殿外 皇上亲自监督行刑 今无谓执着鞭子 狠力抽在跪着的江臣身上 鞭鞭入肉 江臣从小锦衣玉食 被皇后宠着惯着 哪受过这样的罪 只是挤鞭子 便忍不住哀嚎起来 父皇 平手把儿臣知错了 我听到鞭子打在皮肉上的声音 江臣的哀嚎 心里只有说不尽的快意 很快 皇后娘娘被惊动 她扑到江臣身上 挡住那些鞭子 为自己的儿子求情 皇后一转眼看见我 端庄的脸上闪过恨意 他托我下水道 书仪 太子是你未来夫君 你看他被打成这样 也不为他求情吗 我故意低下脸 装出一副为难模样 我爹率先挡在我面前 太子还没有娶书仪 就和东宫的婢女不亲不楚 难保以后不会宠妾灭妻 冷落我的女儿 陈特意前来退婚 皇后听完傻眼了 她轻轻热热上前 拉我的手 被我躲开 书仪和江臣青梅竹马 不嫁江臣又能嫁谁呢 天下哪还有比太子妃更好的位置 她的这副嘴脸 仿佛我离了江臣 无人肯要了 她以为没了孟家助力 江臣这种贪恋情爱的蠢货 真能坐上龙椅 谁娶了我 谁才能成为天下之主 她也一样蠢 看不明白 书仪别闹脾气了 她柔声哄劝 不过是一个女人 她又只是侧妃 妨碍不到你和太子的感情 江臣看不得 她贵为皇后的母亲向我低头 她吸着凉气 咬牙道 母后别求她 孟淑仪你在摆架子 你一定会后悔 我勾起唇角 忍不住笑了 一盏罗裙 跪在皇上面前 字字清晰道 臣你眼里容不下沙子 与太子缘分已尽 自愿撤去婚约 成全太子和宫女之云 太子慌了神 她没想到 我是铁了心不要她 会婚 皇上气得一拍桌案 婚姻起事而戏 你和太子的婚事由镇定下 岂能说回就回 臣儿这件事是你有错在先 去给孟家小姐磕头认错 什么 他们母子两个 一口同声惊呼 皇后不甘 含恨道 皇上 臣儿贵为太子 太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臣儿会犯错 还不是你管教不严 面对圣上怒斥 皇后再不同意 也无话可说 刚受过刑的江辰 满身是血 眼中怒火几乎喷勃不出 她百般不情愿跪在我面前 求我原谅 书姨 你原谅我吧 是我行为不端 一时昏了头 说完这些话 她压低声警告 你把火撒在我身上就够了 见好就收 不许再折腾了 我从始至终笔直坐着 连一记眼神也没给她 江辰吃了瘪 满腹怨气 我已经做到这一步了 你还要怎样 知云虽是公毙 但她堪比不屈的梅花 坚真高洁 哪里比不上你们这些世家贵女 我和太子的婚事没能顺利解除 但我一点也不着急 因为我清楚 有人会比我更沉不住气 江辰身上山岗养好 赶不及带着身边宫女知云 来了将军府 江辰硬挤出笑容 书姨别生气了 我把知云带来给你赔罪了 知云这几日在东宫也不好过 身形越发瘦了 若柳浮风走到我面前跪下 红着眼眶柔弱道 奴婢有错 奴婢爱了小姐的眼 我没有揭穿她故意下药 就是想看谈她能演到何种地步 小姐要打妖法 奴婢吸听尊便 我非快捕捉到江辰眼底的心疼 可我没有打她 也没罚她 不想弄脏自己的手 只是让她跪着 跪了短短半个时辰 知云支撑不住了 娇若身体一歪 往下倒去 被江辰眼疾手快扶住 她忍无可忍 梦书姨你非这么狠毒吗 罚了她这么久还不够 就不怕此事传出去 外面人笑你善度 她尚且不怕 别人笑她沉溺女色 昏庸无用 我又害怕什么 不是说好赔罪吗 我望着躲在她怀里 脸色苍白的知云 向我赔一句不是 就算赔罪了吗 往后我嫁入东宫 她也只是妾 我一样要立规矩的 知云身子抖了抖 仰着小脸向我道 孟小姐 我来自另一个地方 那里不分高低贵贱 想要什么自己争取 这世上本不该有 主子和奴婢之分 大家都一样 我只是心仪太子殿下 想要陪在她身边 便是错吗 你们又比我高贵在哪里 这番大逆不道的话 落在江辰耳中 她却是一脸的宠溺 我但笑不语 世家门阀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积累 才有今天 就算是我们孟家 能够忠名鼎实 也是阿爹上战场 一次次用命换来的 她嘴唇一碰 说得轻巧不过 便想众生平等 共享荣华 凭什么呢 皇上打下来的江山 也能和她共享吗 上辈子 我竟输给她这么个 天真无知的女子 不用我动手 身边的婢女下 一耳光重重扇在她脸上 什么你啊我啊的 好没规矩 太子在宠你 你还只是东宫中的奴婢 江辰反应过来 怒不可遏甩手要打回来 她没有碰到我的丫鬟 被我抬手拦下 我抬眼对上她圣怒的眸子 这里是将军府 不是你的东宫 我的丫鬟轮不到你教训 江辰恨恨收回手 孟淑仪 你狠毒至极 你不想嫁我 我也不想娶你了 芝云的聪慧独特 是你这种庸俗的世家女 远远比不上的 我去求父皇 我们的婚事作罢 你别后悔来求我 我连送也懒得送他们 任由江辰抱着怀里的宫女 求皇上退婚 她宁死 也不会娶我为妃 皇上圣怒不已 随她跪着 江辰在今晚殿外跪了一天一夜 直到皇后心疼儿子 也陪他们跪着 皇上才让江辰滚回东宫禁足 非赵不得离开 江辰还甘之如頤 只要能和她的爱比相守变好 却不知 街头巷围把她丙撞圣上退婚 有眼无珠非娶宫女不可的笑话 编成了曲目歌谣传唱 无人不笑她蠢 缠于女色 皇上有心补偿我 各色珍奇艺宝流水一样送入将军府 这可把皇后气坏了 据每日上朝的爹爹说 皇上动了废太子的心思 皇后动作也很快 皇上刚动心思重立太子 当晚 她把织云带出东宫 用马车运到荒郊野外 打算将她这个红颜祸水秘密处不掉 重来这一世 我先一步在东宫内外不下眼线 装着织云的马车刚离开 我命送饭的小太监 把这则消息告诉了禁足的江辰 冲冠一怒为红颜 她能为了织云做到哪一步 江辰得知皇后要处死织云 她不顾一切 发疯了 待人将看守东宫的守卫打得半死 不顾皇上禁令 起码绝臣不去 终于赶在皇后把织云活埋前 就出了她 两个人可歌可泣的爱情 传到圣人耳中 一日 皇上的御书房里搬出一道圣旨 太子无德 举止乖张 屡次顶撞圣上 废去太子之位 从今日起搬出东宫 江辰得知后 只是抑郁了一会 能跟爱的人相守 皇上少不得三宫六院 知云想和我一生一世一双人 会伤到她的心 皇后听她说这些不成气的话 气得脸色发青 半天缓不过来 听到东宫里眼线的转述 我差点笑出声 为难她这个草包当皇帝了 不过 光是废掉她太子之位 还不够抱我前世之恨 原以为江辰成为废太子 时拿久稳 谁知皇后竟死了 她跪在御书房外 求皇上收回旨意 皇上一直不肯见她 皇后为了江辰 跪到半夜 皇上悲痛之下 差点一见杀了江辰这个不孝子 被身边的心腹太监拦下 看在皇后用命求情的份上 皇上留住了江辰太子头衔 我只是有点失望 穿上龙袍的草包 还是草包 江辰还会再犯错 我只需要等待时机 让她永远不能翻身 东宫的小太监秘密来了将军府 向我禀报江辰的一举一动 孟小姐没嫁给太子 是走大运 脱离了苦海 太子是个绣花枕头 无用得很 皇后死后 她日日酗酒 晚上还耐不住寂寞 在皇后娘娘的灵鹫旁 跟那个织云宫女乱来 先皇后再偏有灵 也要被她这个混账儿子气火了 我给了她赏钱 让她继续盯着江辰 不放过江辰犯下的任何错 踩着她母后未寒的尸骨 继续享受她的情爱 她和她的白月光 又能快活到几时 我很期待她们的下场 没等多久 机会来了 皇后没了后 皇上思念过度 屡次呕血 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只能放手 给江辰临朝听证的机会 正值北方敌军打来 几座城门被迫 江辰只能低头 亲自来了将军府 求我父亲披甲上阵 打退敌军 自从江辰管部朝政后 我父亲称病 一直在家中休息 乐得清闲 倒也不是装病 这些年为了国家南征北战 父亲身上落了不少救急 难以医治 江辰穿着太子的蟒袍 双手附在身后 威风凛凛来了孟家 他见了我 居高临下问 孟淑仪 你后悔了吗 我马上就要登级地位 你可以当皇后的 谁叫你不识抬举 不肯安分 他拉过身边的知云 他从小宫女 一跃成了太子身边 最得宠的人 绫络满身 朱翠耀眼 知云看我的眼神 止不住得意 嘴上却柔柔道 我早告诉过孟小姐 做人不要太狂妄 你是江门小姐又能怎样 你看你现在反过来 向我行礼 我不急不徐道 太子是来耍威风的 我父亲有伤在身 恕不能招待 来人 送客 赶赶我走 你让你父亲出来 边塞大军突袭 需要他领兵过去 我冷笑 这就是太子求人的态度 爹爹就在内室躺着 太子可以亲自去见他 江城狠狠弯我一眼 不管他用何种说辞 我爹也没答应领兵 推托自己老了已经无用了 站在床边的江城 脸色铁青 他叫嚣 你们孟家以为朝中无人了吗 本殿下非求你们不可 孟淑仪 本殿下给过你们机会了 你们孟家就把兵权交出来吧 不过是小小敌军 真以为自己能用兵如神 纵横沙场 我在心底不屑冷笑 把孟家掌管的兵符交给他 因为我知道 他迟早得还回来 站在他身边的小小宫女之云 比他还狂妄 认不清自己 太阳的红唇 对我说 孟小姐只读过四书五经 听过鼠不化吗 一个炸药 便可请客间杀死千万人 比你们这些冷兵器有用多了 我听完 淡淡计较的问 这么厉害 你会制作吗 之云顿了顿 不服气道 我是文科生 不会做 让我懂得很多知识 历史兵法我也学过 没有你们孟家 我也能帮太子赢下这一仗 之云跟太子上了战场 两个人带着几万兵马 气势昂扬不去 他们把战场 看得像是郊游一样简单 江城走之前 向我要了官塞外的地图 我没有给他 孟家斥后用命盼来的地形图 不可能这么容易给他 江城没放在心上 一脸不屑 洋洋自得道 孟淑仪 且让你们孟家人舒服几天 等本殿下得胜归来 再给你们算账 他对苦寒的边关一无所知 带着他的女人上了战场 很快战况传来 江城是赢了几场仗 但很快在身边自称来自未来的女子怂恿下 他身追进大漠 迷了路被敌军包夹 付出极为惨痛代价 他身边女子 哪里见过血肉横飞的战场 他学过的数不化 一样也没派上用场 听活下来的战士说 支云下的瘫倒在地上 不停搂吐 然后丢下太子 自己跟着残兵先跑了 江城身为太子 被残存的兵马救下 送他们这对苦命鸳鸯回到皇城 战败的消息 传遍天下 他们回朝那天 我也去看了 两个人骑在马上 周围百姓一颗不停朝他们扔臭鸡蛋 吐口水 肩服银腹 上战场还带女人 国家迟早会被你们败光 若不是士兵拦着 江城和支云 说不准会被周围义愤填膺的百姓们活活撕碎 最后病重的皇上出面 安抚我爹爹 又加封了孟家官爵 还来兵服 我爹才披甲上阵 帮江城收拾残局 回到东宫的江城 被朝中官员联合弹劾 上表的奏折 无意不是怒则他无用 不配为储君 江城如一只缩头乌龟 躲在东宫里面 听东宫的小太监说 成天酗酒的江城 动手打了支云 怒骂他是个祸国妖精 要把他用火烧了 我原以为他们会患难见真情 到头来不过是 互相憎恶 前世的江城 看到他和支云后面的发展 又会作何感想 果然 得不到的才是白月光 得到之后 只是寻常白饭里 娘亲找来皇城中青年俊秀的画像 送到我面前 太子无福 娶不到我家书仪 这些人里面 书仪仔细挑挑 可有何事的 那些画像 我只扫过一眼 重新和尚交还给娘亲 娘亲不解问我 书仪这是何意 没有一个何眼的 我摇摇头道 娘亲 我不想嫁人了 天下男子 可靠者寥寥无几 与其依附于别人 把自己活成兔丝花 不如倚靠自己 我本是磐石 灵霄树 何须倚靠别人 掏心掏肺困在内宅为男人付出 反被他们辜负 当作踏脚石 我娘吃了一惊 可是天下女子本该如此 娘 那就让我做第一个 跳出繁龙的女子 我愿为国为民抛头颅 撒热血 我愿接替爹爹上战场 平四方 可我不会屈居男儿之下 我要他们仰望我 娘丢了手中画卷 叹了一口气 书仪 这是一条无人走过 极为艰辛的路 你安分嫁人 管不好内宅 当个主母不好吗 不是东宫太子妃 娘也会为你择一个门当户对的夫婿 我前世也是如此想的 为江城献上一切 以他为天 他总会记着我的好 善待于我 可我记得 在我死后 他又觉得不解气 忌惮我父亲在民间的声望 找了个罪名 涂光孟家所有人 还在孟家的尸海上 给支云修建了一座佛塔 我们孟家人 满门中古被一个剑壁压着 永世不能轮回 给他赎罪 婚姻是一场好赌 我既然能掌控自己人生 为何还拿自己家族去赌 娘 再苦再艰辛的路 我也愿意走 我愿以血为贱 蹚出一条路来 往后 天下女儿只需踏着我的尸骨 大步往前走 总要有一个人先站出来 我宁可真是我 替天下没有出路的女子 开出一条出路 我娘久久不作声 孤坐在石桌旁 我以为她会不爱我 骂我离京叛道 直到 我娘眼眶微红 抬起面容 对我道 书姨 你不愧是将门之女 没往爹娘对你的教诲 去吧 去做你想做的事 哪怕败了 孟家的先祖阴魂也不会怪你 会以你为荣 娘亲将我的想法转述给父亲 父亲夜里来见我 书姨 这是你选的路 爹会尽我所能教导你 但你必须耐得住辛苦 我不怕 一点也不怕 再苦再痛 总好过前世的死状 从那天以后 娘烧光了所有花像 没有提过送我出嫁 江辰醉卧温柔相识 我天不亮起来习武 站在雪地里扎马步 一动不动两个时辰 江辰和芝云闹别扭 搜罗珍宝哄他高兴时 我跟着爹爹 彻夜学习兵法谋略 挑灯不休的苦读 习武 我再等一个机会 江辰不适合做天下之主 便由我重选一个 江辰生辰那天 在东宫大摆宴会 极尽奢靡 他见到我后 犹如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孟淑仪 你屡次三番不帮我 你看 没有你我还是坐稳了 东宫太子的位置 他轻狂地拍了拍手 一群和芝云面容相似的美人 鱼罐不出现舞 我身边早没了你的位置 你回来求我 也晚了 江辰挑眉 原先这张还算俊美的脸 被得意猙獰占据 像只丑态净险的豺狼 哦 我忘了 芝云屡次闹脾气 不许江辰身边有其他女子通访 把江辰也闹烦了 他赌气下 搜罗了一堆和芝云相似的替身 有意磨平他的性子 逼他服软 他爱了一世的女子 至今也没给一个位分 还只是东宫处境尴尬的宫女下人 两个人爱恨情仇 堪笔画本戏曲 我只是静静含笑听着 这样的人 成为天下之主 才是百姓的灾祸 我懒得搭步江辰 不和他做口舌争辩 宴会的佳肴端到面前 我准备冻块 被一只手拉住 是个粉雕欲拙 十四五岁的小少年 他眉眼如画 双瞳碱水 聚集了皇室所有的灵器 姐姐别吃 我刚才撞见了 菜里面有毒 初次相见 我却信了他的话 主座上的江辰 琴着一丝冷笑 时不时朝我这边看来 更加验证了小少年的话 我问他 你是谁 为何帮我 少年不好意思 死娃娃般漂亮面颊 泛起薄飞 姐姐 我不是坏人 我是渔王府的人 姐姐和皇城中 柔弱的世家小姐不一样 方才你一下子用弹弓 帮我打下树上风筝 所以 我不想别人害姐姐 我没忍住伸手 揉了揉他柔软的发顶 看他眼睛精亮 耳朵又通红的可爱模样 你帮姐姐一回 姐姐也送你一份大礼 他小尾巴似的 跟在我身后 姐姐 那我能跟着你学习弹弓射箭吗 我知道姐姐来自将军府的孟家 孟将军万夫莫敌 是我养重的对象 我捏了捏他滑软的小脸 你倒是嘴甜 等籍惯了不得 把皇城里小姑娘骗得团团转 他没有挣扎 反不一脸认真看我 姐姐 我没骗人 也不会去骗那些小姑娘 他们没意思 被他紧盯着 我心口颤了颤 小少年才这般年纪 就有了蛊惑人心的魅力 松开手后 我假装吃了面前的饭菜 一会装作头晕难受 招来工人问话 我身体突然不适 哪里可以休息片刻 工人眸光闪烁 在前面带路 孟小姐往这边走 越走越偏后 我忍不住冷笑 江城的手段不见长 还是下三滥的路数 有钱是记忆 我还能吃亏一次吗 孟小姐 里面晴 闻到里面的异香 我没动 工人有些急了 孟小姐 里面打扫很干净 她刚说完 我一个手刀打晕后 把她扔了进去 一转身 发现小少年追了出来 她找得太急 鼻尖庆出汗珠 姐姐 你去哪了 我没回答她 也没想让她太早 见到宫廷中的肮脏 我只是随便走走 还没问你叫什么 姐姐 记住我 我叫江旺 两个人走过树丛 听到里面女子动情的闷哼 江旺压低声问我 姐姐 这是什么 她年纪这样小 王府里应该还没有安排通房 大丫鬟 我赶紧捂住她的耳朵 里面有人打架 你待在这 我去看看 她对我的话深信不已 乖乖站在树丛外面等我 我悄无声息走入 在层叠的花影后面 见到滚坐一团的两个人 没想到的是 不知天地为何物的主角 是江晨捧在手心的芝云 不另一个男人 是前世和她私通的护卫 真有意思 芝云身上的男人 人高马大 习武的身材健壮 芝云耐不住寂寞 动心了 她依偎在侍卫怀里 娇声道 紫西 你带我逃吧 我受够太子了 不想一辈子无名无分跟着她 我倚靠在树影后 听着这对野鸳鸯的甜言蜜语 眼眸咪了咪 这出好戏 得让江晨亲眼看到才行 我命东宫中的眼线 去通知江晨 我已经在暗室内试了清白 江晨没有怀疑 性冲冲过来 等着看我身败名裂 等江晨带人来了 我用石子打在芝云白嫩的肩上 他们被吓了一跳 芝云慌张整部衣裳 快走吧 说不定有人来了 两个人刚出来 被江晨撞个正正 江晨愣住后 怒火冲天 不顾旁人看着 上手掐住芝云脖子 贱人 你敢背叛我 我不过冷落你几天 你居然给我戴帽子 那护卫健壮不对 赶紧逃了 留下芝云面对江晨的怒火 芝云楚楚可怜的小脸 被他掐的杖子 他摆出江晨曾经最爱的举强 不低头的模样 我 有什么错 是你背叛我在先 你和那些替身亲亲我我 凭什么 我不能移情别恋 我又不是你的所有物 江晨 你还答应过我 会尊重我 我和这个时代的女子不一样 我崇尚自由 怒急的江晨 听完后松开手 大笑不止 芝云 你只是个低贱宫女 本殿下感兴趣的玩物 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东西 是我的错 我以前太把你当回事了 等我继承皇位后 天下何种美人没有 非要你这个水性洋花的剑壁 芝云终于慌了 他满嘴的尊严 平等 自由 不过是江晨有性之时 施舍给他的 他想收回 立即就会收回去 只有无上的权利 才是立身的根本 再有趣的玩物 只是玩物 男人给你的偏爱 不过是水中泡沫 一戳几碎 他太自信 以为自己的独特 还有这张脸 能拴住男人一辈子 殿下 我知道错了 他终于跪下膝盖 求江晨心软 我会听话了 只要留在你身边 我什么都不求了 那些替身 我也能容下 我没意思的撞开眼睛 他的傲骨 他骨子里的平等自信 才是吸引江晨的根本 没了这些 他和这个时代的女子 没了区别 江晨没有立刻杀了他 不是关在水牢里慢慢折磨 那个侍卫也没逃掉 两个人走上前世相同的结局 听东宫的县人说 太子疯了 真正意义上的疯 芝云背叛了他 他开始以折磨女子为乐 他吊着芝云 每日搁上几刀 每日悔恨 光是如此还不够 江晨开始广纳后宫 当街掳走梁家女子 藏在东宫里折磨 姐姐 那日我听话站在外面等你 一步也没动过 你能教我射箭吗 少年眼巴巴求到孟家门口 我没有拒绝 给江望这双眸子蒙上不禁 他耳根疼得红起 我握住他瓷白修长的手指 剑剑对准把心 射箭不要用眼睛看 不用心去感受 唇间一出的热气 擦过他的耳尖 他耳朵的红韵一直蔓延到脸上 姐姐 他语气微颤 我会认真学 我包裹住少年骨节分明的手指 江望 你怕死吗 日后上战场 随时会与命 马格果尸 我不怕 他语气坚定 我会保护 这个有姐姐的天下 我笑了起来 松开他的手 一箭飞出正中把心 那好 我扶你上青云 江山为礼 还你救我一次的恩情 江望 是我百般考虑后的选择 渔王府早已衰败 手无实权 不会有人利用他干政 我扶江望登基 无人质疑他血统 加上这段时间的考量 他心思纯真 顾念百姓 学识渊博 比江城更适合执掌天下 皇帝病重后 久久不肯放权 也不立下遗诏 江城在我不下的眼线 山峰点火下 耐不住了 他围住皇宫 逼皇帝退位让衔 我利用兵符 暗中调兵 在江城软禁皇上后 反杀了他不下的兵马 我擦去剑上的血 带着江望踏入金鸾宝殿 江城满脸喜悦褪去 他手里的玉玺还没有五热 孟淑仪 你一介女流 怎么会站在这 我把玩手中含剑 你能站在这 我为何不能 天下 本就是群雄共竹 端看你有五本事 登上皇位 他痴笑一声 你只是个女子 野心太大会一臭万年 孟淑仪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扔掉手中的剑 我许你站到我身边 成为我的皇后 这一次不用我动手 江望拿出腰间短弓 用我教他的剑术 一剑射穿江城膝盖 他面容扭曲 跪在我面前 有我在这 谁也不得对姐姐屋里 江望这张玉卓的脸上 爬满寒霜 江城羞耻愈怒 对江望道 你我流着一样的血 你竟吃里扒外 帮着这个毒妇 什么毒妇 嘴巴放干净一点 叫他摄政王大人 江望年纪上小 身形却和江城差不多高了 他抬起修长的腿 踩断江城硬挺着的脊梁 让他像条狗 彻底对我臣服 我俯下身 一如前世 他欣赏我脸上 痛不欲生的表情那样 欣赏他挫败灰暗的脸 还在等外面援军救你吗 他们已经死光了 江城没有人会来救你 我要你的命 只是一句话不已 他叫破嗓音呼救 外面也毫无动静 他留下的兵马全部覆灭 此刻 江城终于信了我的话 他求我 书仪 我们两小无猜 我瞎了眼辜负你 你留我一命吧 我可以给你暖床 做你的面手 我择了一声 冷吃 你这么脏 也配伺候我 江城 你还记得上辈子 如何对我的吗 他冷汗层层 费力抬头 什么 上辈子 他不记得了 没关系 那些耻辱记忆 我永不能忘 把前太子拖下去 咽了之后 赏给农菜们卸完 江城不可置信 满眼血红 孟书仪 你这贱人 蛇心恶毒 我冷冷到 前太子不想要这条舌头 给他一起割掉吧 触不完江城 我走入东宫深处的水牢 把囚禁在里面的 之云抱了出来 他虚弱不堪 满身伤痕 窃窃依偎 在我怀里哭泣 为什么 最后救我的人会是你 我以前对你态度那么恶劣 我平静到 你说过 女子之间应该互帮互助 之云哭了许久 小心翼翼问 江城死了吗 没有死 但比死更痛苦 他也快微笑了起来 那就好 我以后可以留在你身边吗 听到江旺叫我姐姐 他也小声地叫了我一声 孟姐姐 之云留在我身边 成为我的贴身女官 江城想不到 他爱了一辈子的女人 到最后也甘愿跟随我 我扶江旺登基后 成为当朝摄政王 之云有很多新奇 超脱世俗的想法 我帮着他一一实现 一年之间 开设了女子科举 收养被丢进女婴的福利堂 废除了不少漏喜 他挂在嘴边提起的男女平等 终会慢慢实现 江旺一直很乖 对我所有的政策全部支持 但到了籍贯之后 他看我的眼神愈发的灼热 发年 终于在他十八岁那年 强势搂住我的腰 借着酒意 埋在我脖梗间 不轻不重咬着撒娇 姐姐 让朕成为你的入木之兵 好不好 我没有拒绝 也没有银河 床帘落下 沙漫飞舞 半夜后 我起身离开 江旺从背后抱住我恋恋不舍 姐姐 我还没有国事重要吗 我伸手拍了拍他的脸 语气是不含情欲的淡漠 知道我为什么挑中你吗 因为你足够听话 江旺你应该明白的 我身边不缺阿谀献媚的男人 情爱对我不言 只是调味品 哪怕他是皇帝 也不能阻碍我心中的大道 若不然 我也不会披荆斩棘 舍弃一切 走上这最高的位置 我回想起 江晨说过的笑话 女子野心太大 会遗臭万年 他说错了 女子监国 一样能匡扶设计 天下大兴 历代明君能做到的 我孟淑仪一样能做到 化男女之间的小爱 为守护天下黎明的大爱 才是我追求不懈的大道